各位ce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市场分学员小涛 今天的市场从宏观这个角度去看相对是比较平静的一天 但是从股市去看今天确实出现了比较不错的涨幅 也算是对上一周鲍威尔哥派的发言和星期五大非农数据第一市场一期的一个延续吧 今天这些内容分为三部分 主要我们去看两家公司财报Palantir和Tyson Food 在这之前我们先看一下Sleuth这组数据是美联储内部用来衡量当下的整个经济是越来越紧缩还是越来越宽松的一个指标 并且这一组数据其实在上一周美联储会议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看到了 好吧那么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先来看一下资产价格的走势 美元和美债市场今天基本是在横盘TLT上涨0.4 三大指数今天为相对比较平静的一周开了一个好头 纳指上涨了1.2标普上涨了1.0 黄金和原油今天也出现了反弹1%和0.5%的涨幅 罗素21.2比特币略微下跌了0.7% VIX今天在横盘没有上涨也没有下跌 从板块去看今天的涨幅比较的全面 每股七巨头上涨了1.7 剩下的493家公司上涨了1.4% 我们先来看一位观众的问题 针对上周五的非农数据 他说上周五因为非农数据低于市场的预期 所以市场做出的一个反应是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因为市场之前对于降息的预期太过悲观 但GDP同就业数据如果都不是太好 并且接下去数据继续转弱的话 市场是否会改变风向 比如说坏消息就是坏消息 炒经济衰退如何去判断那一个时机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问题 但是首先我们先退一步 怎么去理解非农数据 在非农数据公布之前 我就和大家分享过市场的预期是在将近25万的数据 而疫情之前平均每一个月的非农人数增长 差不多是在20万左右 所以即使最后出来的数据在20万至25万之间 我们也不可以把它是理解为是一组非常差的就位数据 所以这边其实我们做了两个比较 第一个比较是拿最后的非农数据去和市场的预期 25万这个数字去做对比 第二个对比是拿这一组数据和疫情之前平均的非农数据去做对比 然后我们要做第三个对比 第三个对比就是美联储的预期是在哪里 美联储没有给出过一个非常直接的数据 但是美联储给出过一个暗示 他说如果就业市场出现我们意料之外的放缓 我们将会进行降息 那到底什么是意料之外的放缓 我们知道如果疫情之前平均每一个月非农人数增长在20万 但是美联储知道通过他们的加息整个就业市场将会放缓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们的预期之内非农人数每一个月的增速应该是在15万至20万之间 甚至于在10万至15万之间也许美联储都可以接受 因为这是在他们的预期之内 他们的预期就是通过加息非农人数的增长一定会放缓 而且要放缓到疫情之前的这个增速水平以下 所以上周57万的这一组非农数据并不好也并不坏属于阵阵好好 Nick在华尔街日报上面发了一篇文章对于非农数据的一个点评用的也是同样的一个词 所以在这位观众问题里面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到底什么是坏消息 他所指的一个坏消息应该就是拿最后的数据和市场的预期去比 因为没有达到预期嘛 但是如果我们拿这一组数据和美联储的预期去比 其实刚刚符合美联储的预期并不算是一个坏消息 那接下去有没有可能GDP或者大非农的数据会造成市场对于衰退的担心 我认为有这个可能性 而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市场应该会出现下调 因为当下市场好像几乎没有人在讨论衰退这个事件 也就是市场并没有对衰退这个事件去做好准备 并且从23年到24年的第一季度以来的涨幅 我个人认为其实涨的就是一些个股的基本面 如果经济出现衰退的这个风险会影响到个股的一些基本面 一定会影响到美股的走势 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时机 其实我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我相信市场也没有这个标准答案 但是从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和理解去判断的话 如果GDP的增速低于1% 非农人数的增长低于15万 从那一个时间点开始 有可能市场会开始去炒作衰退 15万非农人数的增长标准可能都定的有点高 10万以下我相信市场一定会开始讨论衰退这个话题 今年市场接下去8个月的走势 我认为衰退其实是一个风险 第一点因为市场现在没有人讨论衰退的这个事件 而第二点如果过去这一段时间 股市的一个上涨 就是因为有基本面的支持 然后有经济增速的这个支持 那接下去如果经济增速受到挑战 或者出现衰退风险的话 那美股理应出现震荡的调整 在上一周美联储会议下午 记者招待会提问里边 有一位记者问了一个问题 问了鲍娃尔说 你有没有认为金融环境的宽松 是导致1月份到3月份通胀出现反弹的一个原因 鲍娃尔的回答是 我并不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任何的关系 并且在他的回答里边 他还提到了美债收率在上涨 所以金融环境在紧缩并没有宽松 完全忽略了股市这边的上涨 我们知道美债收率的上涨或下跌 将会直接影响到贷款人的利率 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纬度 是银行或者其他一些金融机构 在他们做放贷的时候 他们背后是放宽 还是收紧了这个政策 我们来看一下Sleuth的调查 对于这些中大型企业 年销售额在5000万以上 总共有64家公司接受了采访 78%的公司表示 和三个月之前去做对比的话 几乎没有任何的改变 19%的公司表示 和三个月之前去比 他们接待的情况更加的难 或者整个接待的政策更加紧缩 同样对于小型公司来说 61家公司接受了采访 也是将近77%的公司表示 和三个月之前去做对比的话 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 相对有21%的公司表示 和三个月之前去比 借钱更加的难 前面我们看的是借钱 到底是难还是容易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借钱的这个需求 中大型公司 55%的公司表示 和三个月之前去做对比的话 完全一样 有34%的公司表示 和三个月之前去做对比的话 借钱的这个需求在降低 小型公司 我们几乎可以得出同样的一个结论 61的公司表示 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 30%的公司表示 和三个月之前去做对比 需求在降低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两组 调查的一个结果放在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 贷款这块的需求在降低 而且贷款的这个难度在增加 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其实霸卫尔并没有错 整个第一季度借贷环境 的确是在紧缩 彭博今天的一篇文章表示 因为美联储在开会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组数据 所以导致了美联储会议的时候 报过而放歌 反正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答案 到底是因为这一组数据放歌 还是因为提前知道了大非能数据才放歌 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只需要知道 在上一次美联储会的时候 他放歌那就足够了 然后我们来看财报 星期一盘后 拍论提发布财报 从数据去看营收和盈利 基本是刚刚好高于市场的预期 所以不算是非常好的一个币 调整之后的运营盈利高了14% 调整之后的ebit高了15% 从数据本身去看 算不上非常的出彩 盘后下跌了8% 我认为8%的下跌 已经算是非常的客气 而且我们都不可以把它叫做是sell the news 因为今天的盘中就上涨了8% 等于今天的盘中上涨全部擦掉而已 从营收增速去看 未来四个季度 现在市场预期 基本是在20%的营收增速 topland的营收增速20% 我认为是非常的好 而如果看过去四个季度 营收的增速 其实并没有比未来市场 预期四个季度营收增速要高 但是在过去的四个季度里面 他们运营这一块的花费 同比的这个增速 仅仅只有1% 负的5% 2.8% 5.8% 在营收增速保持在15%至20%之间 但是运营这块的增速 只在个位数 甚至于出现一个负数 就会直接导致他们 operating income运营这一块的盈利 出现非常大幅度的增长 但是这个趋势接下去 还可不可以持续 有待验证 现在市场的预期 未来四个季度 运营这一块的花费增速 在13% 22% 22% 和23% 我们拿2025年QE举一个例子 现在市场的预期 营收增速18% 运营花费这一块的增速23% 当运营花费这一块的增速 高于营收增速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operating income这一块 会出现一个同比下跌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当我们在投资一只成长股的时候 特别是当这一家成长公司 从不赚钱开始赚钱的时候 表现的一个特征 都是他们的一个营收增速 会高于他们运营花费这一块的增速 就整个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 这一家公司有一个operating leverage 它有一个运营上的一个效率 而如果当我们看到 这家公司运营这一块的花费增速 再次赶上他们营收这块增速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开始小心 因为这将代表 这家公司运营这块的效率 在慢慢消失 对于Palantir的估值 我仍然坚持我自己的看法 当下的PE是在90倍 而且我们现在看的 其实是调整之后的一个PE 也就是其实并没有把SBC给算进去 即使从这个角度去看 调整之后的PE当下是在90倍 三年之后 2026年底 这一个PE是在55倍或者54倍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高的估值 这意味着接下去 11份财报 每一份财报 最后出来的结果 都必须要高于市场的预期 接下去所有的财报 因为任何的一些原因 导致EPS这一块 如果出现miss的话 这将意味着PE估值这一块 将会受到非常大幅度的调整 举个例子 从数字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假设现在华尔街的预期 是在100分 但其实华尔街的要求 财报是在110分 所以公司如果在PE这一块 继续要扩大的话 必须要做到115分 甚至于是120分 才可以导致再有一个multiple expansion 我认为Palantir是一家好公司 在commercial这一块的扩张 也非常的成功和迅速 但从估值这个角度去看 市场对于接下去财报的预期 其实这个bar 这个标准已经设得非常的高 讲到和AI相关的一些个股 今天service当的高管 他们表示 AI对于营收所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还需要一些时间才可以实现 但是背后的机会却是巨大的 看到这条新闻之后 我就看了一下他今天排的一些走势 好像对于股价没有任何的影响 我还是比较意外 因为service当的一个估值 当下PE是在62倍 三年之后的一个PE是在37倍 我认为也并不低 这边我想补充一点的是 无论是Palantir还是service 不可否认这两只个股的估值 现在都在一个相对的高位 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现在 一定要卖出这一类个股 或者这一类个股就完全不值得去投资 比如说特斯拉又是另外一个例子 现在估值也在一个相对的高位 但是我们在投资 或者持有这些公司的时候 必须要知道当下的一个估值 到底是反映了多少未来的这个预期 保持对估值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这样起码在以后持有的过程之中 我们很多时候会知道 为什么上涨或者为什么下跌 最后我们来看泰森富 从他们财报里面看什么 看一下食品的一个价格上涨 特别是在肉类这一块的价格上涨 看一下作为一家重资产公司 加息对于泰森富的有没有影响 看一下作为一家传统的价值公司 它的营收增速到底来自于哪里 首先是这一个季度的财报数据本身 EPS在0.62市场的预期是0.4 营收是在13.07市场的预期是13.15 其实从财报本身去看 比市场预期好了不少 发布完财报之后 盘中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下跌 我看一下新闻并没有找到一个 非常令人说服的原因 在他们的全年预期里面 有一组数据叫做Net Interest Expense 净利息的支出 市场预期是390 管理层给的一个预期是在400 即使泰森富手里有很多的现金 但是他们手里有更多的债务 而且和一些大科技去比 从评级这个角度去看 并没有这些大科技要高 所以他们的借贷成本自然就更高 所以加息对于这一类公司 是会产生非常实在的影响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食品价格的上涨 主要是三个肉类 牛肉猪肉和鸡肉 最后是加工食品 加工食品这一个季度 同比增速负的1.4% 鸡肉同比增速负的2.1% 猪肉同比增速震的1.7% 牛肉其实是所有的肉类里面 三个肉里面唯一一个 在过去四个季度同比增速 都在5%以上的肉类 所以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面 其实猪肉和鸡肉的价格已经出现了下跌 但是牛肉的价格还是在上涨 但是现在市场预期未来的两个季度 牛肉的这个价格的增速将会出现放缓 加工食品这一块的价格上涨 过去一年是出现了比较小幅度的下跌 未来的两个季度会出现比较小幅度的上涨 但是这一个上涨的幅度也是可以接受2%以内 最后当我们看一家传统的零售企业 营收增速的时候 主要从两个角度去出发 第一个角度就是单价的一个上涨到底有多高 第二个角度就是体量 或者它的一个volume的一个增速到底有多高 这一个角度适用于泰森富的财报 也适用于星巴克的财报 也适用于可口可乐的财报 一般来说这些传统企业 他们都有一个定价权 什么叫定价权 就是他们可以把通胀的这个增速 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但是同时在加价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失去volume 体量这一块的增速 这就叫做有定价权的公司 比如说可口可乐 在volume增速的前提下它的一个单价还在上涨 但是泰森富这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看它的一个volume 在过去两个季度同比增速是0% 未来两个季度同比增速 甚至于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负增长 可能这也是导致发布完财报之后 下跌的一个主要原因 最后是今天的富途木木环节 美国市场现在只需入金100美金 通过我们这个频道的连接 就可以获得10股每股7巨头的碎碎股 如果大家去官网上申请的话 只能够获得7股10股的碎碎股价值50美金 同时闲置资金还可以获得最高 年化5.1%的回报 加拿大市场现在注册TFS的账户 入金5000可以获得三张现金券 转仓10万可以获得9张现金券 所以通过入资最高可以获得2400加币的现金奖励 最后是澳洲市场 开户且入金2000澳币 获得10股免费的股票 总价值高达3300澳币 闲置资金可以获得最高年化6.8%的回报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视频的置顶留言里面 找到开户的链接 那今天的这期内容就到这边 最后各位CEO别忘了 留下你们慷慨的点赞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